勇士惊吓最大的收获,就是将考新斯招着麾下,在原本库里,杜兰特,汤普森和格林斯巨头的豪华阵容下,又招募到联盟第一中锋考新斯,网友们直呼新赛季没法玩了,总冠军直接搬给勇士算了。 虽然考新斯的赛季出还无法恢复到100%状态,但对于勇士来说,只要考新斯不加蒙其他球队就是胜利,更别说他们可以给考神更充足的恢复时间,等到考新斯完全健康,那勇士该是何等的统治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考新斯近日晒了一段自己投三分的视频,视频中考神三分球20投19中,事实上出了最后一球没劲之外,考新斯前19投全中,简直不能在那天。 美国媒体也惊叹,考新斯说,自己是第三水化兄弟,还真没说错,一个健康的考新斯在内线的统治力不用多说,而新赛季如果考神可以在三分线外有所提升,那么连忙其他球队真的没法玩了。 勇士第一巨头汤普森在近日接受采访,时就称赞了球队管理层已经考新斯的操作,并且认为新赛季总冠军勇士已经基本收入囊中,管理层真的很可厉,一直能有大动作,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日常,但我真希望他们别停,我们又一次调整了阵容,而新赛季的冠军基本已经收入囊中,我们会继续保持饥渴的。 汤普森说道,虽然洛杉矶湖人队今下招募,到了联盟第一人勒布朗珊姆斯,休斯顿火箭也在保留哈登,保罗,强,佩拉的核心阵容下,也进了安东米,还有雷霆威少和乔治的组合继续保持冲击力,但新赛季他们可能都无法给勇士造成威胁。 那么大家是否同意汤普森所说的总冠军,已经积稳被勇士收入囊中了,或许说联盟还有哪支球队可以集办勇士渡去总冠军?